南韓的5G网路已经在今年4月份正式相转 受惠于5G网路快速传输的特性 首尔就出现了机器人咖啡馆 透过5G网路 机器人咖啡师 他每天最多能够制作300杯的咖啡 此外 首尔也开设了第一家 24小时的牛仔服饰无人商店 但是在积极迈向自动化的同时 其实也冲击了南韩的就业市场 透过触控制荧幕 点选咖啡品项 完全支付 机器人咖啡师Beat 就能在一分钟内把咖啡做好 顾客再输入四位数密码将咖啡取走 对首尔商业区的上班族而言相当方便 Beat机器人是结合南韩电信 推出的5G技术能让机器人咖啡师 动作更加精准 目前已在南韩40个地点提供服务 平均一小时能煮90杯咖啡 一天能做300杯 一杯大约60到90台币之间 除了透过触控萤幕 消费者也能利用专属的APP 来购买咖啡 节省了许多时间 不光是机器人煮咖啡 所有的宏大商圈 也出生了南韩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 牛仔服饰无人商店 民众利用信用卡感应进出 自动结账 不需过滤店员的过度关注 相当受欢迎 南韩这两年基本工资提高了27.3% 加上机器人跟无人科技越来越成熟 因此也相对冲击了南韩的就业市场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 那还是全球工业化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 在政府推动下更是全球五大机器人的市场之一 南韩民众尽管对自动化服务的接受度高 但如何在科技以及保障就业之间取得平衡 也是政府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记者居然请报道